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美学大师朱光钱先生却认为推字更好 他想象的细节似乎更多 孤僧步月归寺 门是他自演的 于是他自演自推 推虽是动词 却表现出了一种宁静之美 然而 无论是夜间访友的礼貌敲门 打破了月夜的宁静 亦或是无声轻柔的推门 不忍破坏那份空气清静 其实都取决于僧人的心境 那么 假导师中的敲门僧人究竟是谁 韩玉和朱光钱先生的说法 到底哪种更惊得起推敲呢 杭州师范大学王松舟教授 做客百侠讲坛 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 爱上语文第七集 韩英举华靠推敲 我们学语文啊 无论是读书 还是写文章 其实推敲 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习惯 在我们的语文书里边 就有一篇课文 是专门讲推敲的 它的题目就叫推敲 我们一起来看看这篇课文 唐朝有个诗人叫贾导 早年因家境贫寒 出家当了和尚 一天贾导去长安城郊外 拜访一个叫李宁的朋友 他沿着山路找了好久 才摸到李宁的家 这时夜深人静 月光皎洁 他的敲门声 惊醒了树上沉睡的小鸟 不巧这天李宁不在家 贾导就把一首提李宁幽居的诗 留了下来 第二天 贾导独自骑着毛驴返回长安 半路上 他想起昨夜急性写成的那首小诗 觉得鸟速持边树 深推月下门中的推字 用得不够妥贴 或许改用敲字更恰当些 贾导骑着毛驴 一边迎额 一边坐着敲门推门的动作 不知不觉进了长安城 大街上的人看到他这个样子 都感到十分好笑 这时 正在京城做官的韩玉 在仪仗队的簇拥下迎面而来 行人车辆都分分避让 贾导骑在毛驴上 笔笔画画 竟然闯进了仪仗队中 两个差人将贾导带到韩玉面前 韩玉问 你为何冲撞我的仪仗队 贾导回答道 我正在斟酌势力的一个字眼 无意间冲撞了大价 求您宽恕 接着 贾导就把自己写诗的诗 告诉了韩玉 比如说自己正在犹豫不决 不知道是用推好 还是用敲好 韩玉也是一位著名的诗人 便很有兴致地思索起来 过了一会儿 他对贾导说 还是用敲字更好些 月夜访有 即使有人家门没有拴 也不能莽撞推门 敲门表明你是一个懂得礼貌的人 再说 用敲字更能衬托出 月夜的宁静 读起来也响亮些 贾导听了连连点头 后来 人们就把在写诗和作文时 斟酌文字 叫做推敲 其实这个故事流传非常之广 几乎可以说 家喻户晓 那么贾导和韩玉 这个关于推敲的故事 他会带给我们哪些启示呢 我觉得 第一 推敲 其实是一种想要更好的超越 贾导就觉得 这个敲还是推 究竟用哪个字会更好 他琢磨不定 很显然 他想把自己的诗 写得更好 他想选一个更好的字 能够更好地体现 他这首诗的意境 可以这样说 没有人要求他 所有的想法和念头 都来自贾导本人 因此 我们从推敲可以看出 其实 它是一种精益求精的态度 它是一种白尺杆头 更进一步的精神品质 第二 我觉得 推敲 是一种敢于否定自我的勇气 贾导就觉得 自己写完了以后 应该摇身变成一个读者 从读者的眼光 重新再来审视 再来打量 这首诗到底写得如何 特别是 他在推敲的那个推和敲字 他认为 这个时候 去思考他 跟自己的生活没有关系 跟自己的名誉没有关系 跟自己的地位也没有关系 他就是想看出自己的不足 进而让自己变得更好 这跟其他人就不一样了 贾导就是要勇于承认 自己的不足 然后不断地向前迈进 第三 推敲 是一种心无旁骛的专注 我们看这个故事 其实贾导从推敲的那一刻开始 他的心就完全沉浸在 推敲的世界中 忘了自己 忘了时间 忘了周边的一切 我们可以这样说 在推敲的那个当下 贾导是专心致志的 贾导是全神贯注的 贾导是一心一意的 贾导是心无旁骛的 第四 推敲 是一种学而不厌的谦逊 贾导主动把自己 写诗的事情告诉了韩玉 说自己正在犹豫不决 拿不定主意 到底是推好还是敲好 在那一刻 贾导完全是谦虚的 他既没有高傲的 巨人与千里之外 也没有媚俗地装出 自己虚怀弱骨的样子 而是在自己确实感觉 无力解决那个问题的时候 主动地真诚地向韩玉请教 我认为啊 这种谦虚的态度 其实远比推敲本身更有意义 第五 推敲 其实是一种不断积淀的底蕴 我们从表面上来看 推敲 似乎是在推敲 字面的意思 好像它只是一个方法 和技巧的问题 而贾导呢 他确实也是这样在推敲 你看 他骑在毛驴上的时候 做动作啊 一会儿是推 一会儿是敲 一会儿又是推 一会儿又是敲 他始终在动作和技巧的层面上 都圈子 所以他拿不定主意 但是韩玉不是 韩玉最后帮贾导 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那是因为韩玉以自己的学养 以自己的底蕴 做出了这样的选择 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 推敲 其实推敲的不是字面的东西 而是字面背后的学养和底蕴 第六 推敲 更是一种为真理适从的独立精神 在韩玉的建议之下 贾导连连点头表示赞成 很显然 他觉得韩玉说得有道理 于是提礼宁幽居 这首诗就这样诞生 闲居少灵病 草静入荒原 鸟宿驰边树 森敲月下门 过桥分野色 一时动云更 暂去还来此 幽期不复言 韩玉的观点是 用敲字更好一些 理由是什么呢 韩玉说的三个理由 第一 敲字表明 你有礼貌 你有修养 为什么 因为你是去朋友家 你贸然地把门推开 显得你没有教养 我们知道所谓的礼仪 它不只是一个行为 它的背后是一种敬意 对朋友的一种敬意 而这个敲 表明你对朋友 是充满敬意的 这是一种 有教养的表现 有没有道理 有道理 第二个理由 敲字 反而能够衬托出 月夜的宁静 本来 整个幽居 一片寂静 一点生气都没有 但是这个敲 哒哒的敲门声 打破了月夜的宁静 反而 从另外一个侧面 蹭托了月夜的宁静 所谓 缠造 淋浴静 鸟鸣 山更幽 其实道理就在这 有没有道理 有道理啊 第三 海语还说 你听一听 敲 推 哪个念起来 声音响亮一些 绵长一些 当然是敲啊 所以他觉得 选了这个敲 能够更好地反乘 月夜的宁静 当然话又说回来 并不是说 越是响亮的字 就越好 越是低沉的字 就越不好 韩玉的意思是 选这个敲 声音响亮 能够更好地反乘 月夜的宁静 有没有道理 有道理啊 所以韩玉讲的三点 字字在里 句句在里 那么夹导信的是什么 夹导信的 当然是理啊 所以在真理面前 我服从的 就是真理 这 我认为 是推敲的精神 和灵魂的所在 推敲的故事 带给我们许多启发和联想 韩玉的敲字 是蕴含着知书达理的精神的 敲门虽说有些拘离 但是却衬托了空灵的境界 可见 文学作品的有趣之处 可能正是在于每个人 能在其中收获 迥然不同的美感 这背后是个人经历 与审美情趣的差异 那么美学大师朱光潜先生 又是怎么在 甲导和韩玉的基础上 加以推敲的呢 韩玉的答案 敲字更好些 是不是最终的答案呢 这之后 有没有人 对甲导和韩玉的推敲 继续加以推敲呢 有的 谁 朱光潜先生 中国现代著名的美学大师 朱光潜先生 朱光潜先生写过一篇文章 题目叫 咬文嚼字 在这篇文章当中 他专门对韩玉和甲导的推敲 提出了自己不同的看法 他的观点是 推比敲更好 跟韩玉的观点 敲比推更好 正好反了个个 那么 他这个观点 有没有理由呢 朱光潜先生 在他的文章当中 提出了两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 他认为 推字能够显出僧人 独往独来 自在无碍的胸襟气度 你想啊 寺庙是他自己的 他自己 掩的门 出去散步 赏月 赏月完了 他自己又回来 自然就把门推开了 回到自己的寺庙 这种独往独来 自在无碍的境界 是不是一种 作为和尚 特有的一种精神的境界呢 反过来 如果你用上一个敲 奇怪了吧 明明是你自己家的 寺庙的门 你敲它干嘛 那么大概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 可能寺庙里 还有别的人 你敲一敲门 让别人来帮你开门 那就说明 这样一种孤寂的 冷寂的氛围 是不存在的 寺庙里 可能还是比较热闹的 可能不仅仅 只有你一个人 那么这样一来 独往独来 自在无碍的意境 就不存在了 这是第一个理由 第二个理由 推字 比敲字 在整一首诗当中 读起来 似乎要更加调和一些 你想 你想 上一句 鸟树 池边树 夜声人静 鸟儿已经栖息了 天地一片安静 而推 那样轻柔 那样无声 一点都不破坏 这样一种冷寂的 清幽的环境 如果用敲 不免就会发出 波着的声音 就会把这个月夜的宁静 给破坏掉了 跟鸟树 池边树 就像违背了 所以 朱光潜先生认为 就整一首诗的意境来说 推比敲 要更好一些 是的 所谓的推敲 其实推敲的 不是文字本身 而是文字背后的 那个意境 那个情调 我们在选择文字的时候 看起来是一种形式 其实选择不同的文字 就是选择了不同的思想 选择不同的文字 就是选择了不同的情感 从这个意义上面来说 推敲文字 就是推敲思想 推敲文字 就是推敲情感 有人认为 其实 分析一下 韩玉的观点 和朱光潜先生的观点 他们的交锋 就在一个点上 这个点在哪呢 就是那个月下门 这个月下门 到底是谁的门 这是两个人不同的观点 在韩玉看来 这个门 应该是李宁的幽居之门 假的显然是客人 那么你作为客人 你到人家那儿去拜访 你当然得有礼貌啊 你得显出你的教养啊 因此你去敲 你就有道理 你去推 很显然显得比较鲁莽 这是韩玉的观点 所以他认为 敲比推要好 而朱光潜先生的观点认为 这个门是寺庙之门 是诗当中所写的 那个僧人自己家的门 那既然是自己家的门 你敲它干嘛 你独来独往 你自在无碍 你赏月回来了 自然就推门进去了呀 所以两个人的焦点 其实就在于认定 这个门到底是谁家的门 假的还写过另外一首诗 寻迎者不遇 你发现没有 这两首诗有很多意思相近 这两首诗表明 第一 假导这个人 很喜欢去拜访影视 第二 你还会发现 假导去拜访影视 没有遇到影视 其实是常见的事 影视那是来无影去无踪的呀 他什么时候在 什么时候不在 你当然是不清楚的 从题目上来看 拜访的是李宁的幽居 而出现的是两个人物 哪两个人物呢 第一 李宁 当然没有预见 第二 就是僧人 我们想一想 假如这位僧人 是李宁本人 那就奇怪了 是李宁本人的话 假导写的诗 假导怎么知道 李宁在推 或者是敲月下之门呢 那么会不会这个僧人 就是假导本人呢 难道假导做过和尚 其实我们了解一点 假导的生平 答案就在了 假导自浪先 泛洋人 早年粗家为僧 法名无本 后还俗 曾任长江主部 善师 以苦迎锤炼词句 侍奉枯忧辟 由焦寒导寿之称 代表作长江级 明白了 原来假导做过和尚 假导本来就是个僧人 而且啊 传说 假导后来还俗 就跟韩玉有关 因为假导推一秋 推一秋 被韩玉发现了 然后韩玉就发现 假导这个人 还是挺有才的 于是就劝他还俗 去考科举 考了公民 后来去做了官 那么很显然 这个时候的假导 显然是一个僧人 好 这就清楚了 第一 拜访的居所 是李宁的幽居 第二 诗中的僧人 就是假导本人 如果是这样去理解 我们来看看 整首诗的意境 说不说得通 我们来看 这首诗的首帘 闲居少灵病 草境入荒原 很显然 这是在干嘛 这就是在照应题目啊 题目讲幽居 那个环境是很清幽的 是很冷屁的 你看 无论是闲居少灵 还是荒草埋境 他都是在刻画 当时的环境 是非常的幽静 非常的清静 当然 这样的清幽的去处 假导是喜欢的 所以才有他拜访李宁一说 我们继续看 旱连 鸟宿吃边树 声敲月下门 假导夜间访游 意在敲开朋友的大门 共序有情 那么假导为什么要在推敲上面迎额呢 一来 其实这两个动作 假导当时可能都做过 实在拿不准 到底是哪个好 第二 假导去访问的时候 说实话 他并不知道李宁到底在不在家 想想也是 作为一位影视 闲云野鹤 想来就来 想去就去 你确实是说不准 他在家不在家的 因此 假导来访 自然不可能知道李宁到底在不在 那么不知道 显然 敲敲门 更合情理 我们再来看 井莲 过桥 这一道风夜色 一时洞云羹 这事先回去了 回去以后看到的是什么 过桥是色彩斑斓的原野 这个时候 晚风轻浮 云角飘移 好像那个山石都在移动似的 而这一切又都笼罩在 如水的月色之中 更显出环境的清幽甜淡 最后 伟廉 我们再来看 暂去还来此 忧气不复言 其实啊 假导真正要给李宁流言的话 流的就是最后两句 那意思是什么 朋友 没遇到你有点遗憾 我暂时先回去了 但是我还会再来的 因为我们已经有过 一起归因的约定 我是不会赴这个言的 这是不是流言 所以你就会发现 整一首诗的线索是这样的 首先描写环境 接着造访幽居 再然后回望野色 最后 最后书写心愿 所以我们按照 这个门是李宁家的门 这个僧人就是 贾导本人 那么你就会发现 整一首诗的线索 是非常顺畅的 是没有任何矛盾和冲突的 贾导对自己的每句诗和每个字 都反复锤炼 用心推敲修改 在体理宁幽居中 他以荒园 肃鸟 驰树等寻常景物 以及闲居 敲门 过桥等寻常形式 表达了对隐异生活的向往之情 那么 贾导为什么偏偏会对 鸟肃驰鞭树 僧敲月下门这句诗 进行反复推敲呢 贾导的僧人身份 对于他写诗的风格 又有哪些影响呢 好 回过头来 我们来说一说 朱光潜先生的观点 他认为 那门 就是僧人自家的门 那僧人是谁 我们暂且不管 很显然 跟这首诗整体的意境 好像不吻合 我们再联系诗的最后一句 假如说 写的就是那僧人自己 那么最后两句好像说不通啊 暂去还来此 幽其不复言 哪有自己跟自己说的 我先回去了 我还会再来的 因为我们是有过约定的 一起要归隐的 没道理呀 前后之间是矛盾的呀 好 答案已经很明朗了 第一 门 是李宁家的幽居之门 孙就是夹岛本人 主人是李宁 客人是夹岛 客人访问主人 于是出于教养的考虑 用敲 出于 让月夜的环境显得更幽静 用敲来反称 这么说来 好像韩玉的观点 更有道理 由此看来 我们评价诗歌的字句 尤其是品味细微的精妙之处 应该从整一首诗的整体入手 把握它的情感 把握它的意境 我们评论一首诗 一定要顾及到整一首诗 一定要顾及到作者权忍 以及作者当时所处的社会状况 正所谓知人论事 以意逆志 刚才我说了 其实推敲的精神实质 是唯争理事从 是认理不认人 谁说的有道理 我就听从谁 所以我们应该站在这样的角度 敢于质疑 敢于批判 结束了吗 有没有人 对关于推敲的推敲的推敲 重新再做出推敲呢 也就是说 认定还是韩玉的结论更好 有没有人再推敲呢 再提出不同的看法呢 有 那么我们如何来认定 是推更好一些 还是敲更好一些 其实我们还是那个观点 围绕整一首诗的意境来考量 你最后认定的那个字 才更有道理 那么请问 贾导写的这首 体力宁幽居 究竟想创造一个怎样的意境呢 这就必须联系 贾导独特的身份 贾导的身份 在那个时候是什么 僧人 是一个和尚 是一个出家之人 出家之人追求什么 追求明心见性 追求开悟解脱 这是贾导在做和尚时候的生命追求 而这样的追求 贾导在他不同的诗句当中 都有过流露和体现 比如 他写过一首诗 哭百言和尚 那是在向他的师父忏悔啊 你看 我跟着你学佛参禅 你呢 去了 而我现在还没有成为解空人 就是说 我还没有悟到 我还没有得自在 我们再来看 他还写过一首诗 诗无可上人 其中有这样四句 独行谭底影 树西树边深 终游烟霞月 天台坐静 你看啊 你在谭边行走 谭上有你一个人 谭底也有你一个人 这人是两人还是一人呢 这样的诗句 是不是充满着禅意 而最有意思的是 后面两句话 终游烟霞月 天台坐静灵 庐山 有著名的东陵寺 西陵寺 也是佛教的圣地 而跟庐山不远 浙江天台山 国庆寺 那里有一个著名的 佛教流派 天台宗 就是在那里诞生的 很显然 甲岛依然 有着这样的向往 向往什么 向往那种 佛学的境界 向往那种 开悟的境界 向往自己 能够成为 烟霞之人 能够解脱 自在的境界 当我们谈论推敲二字时 不能就字论字 而是要联系诗人的背景 和整首诗的意境 甲岛是出家之人 追求明心见性 所以他的诗 能表现出一种 独来独往 自在无碍 和空灵清静的境界 这正是与他的身份 和生命追求 相一致的 那么 诗中的僧人 一定是 甲岛本人吗 有没有可能是 诗人创造出来的 一个形象呢 请继续收看 韩英举华 靠推敲 刚才我们说 联系整一首诗 我们基本可以认定 这个僧 就是甲岛本人 我们还觉得 只有认为僧是甲岛本人 整一首诗 才说得通 其实不然 僧 一定是甲岛本人吗 也不一定 有理由吗 有理由 第一个理由 其实啊 唐朝的时候 特别是在中唐之后 即如是道三家之精华的禅宗 创立之后 当时 士大副阶层 学佛 习禅 成为一种时尚 而李宁 作为一位影视 自然也追求向往这样 而甲岛跟李宁 又是好友 又是知己 所以甲岛完全可以称李宁为僧 称他为僧 并不是说李宁真的是僧人 这是一种什么呢 这是一种知己 是了解李宁的生命境界的一种知己 这是朋友之间的一种敬重 称他为僧 第二 僧 是不是一定要是某一个专门的特质的人呢 也不一定 我们刚才说啊 甲岛这首诗要创设的是这样一种空气的境界 那么在这个空气的境界当中 当然需要各种意向 比如草境 比如荒原 比如树鸟 比如瓷树 再比如在清幽的月光之下 但是这些意向 好像缺一个灵魂所在 于是就有了这个僧 僧的出现 僧的身份 僧的文化形象 告诉我们 它才是整个空气意境当中的灵魂所在 这么说来 门也不一定非得是李宁的幽居之门 而僧更不一定非得是甲岛本人 那么有了这个认定之后 我们现在再来看一看 到底是敲好还是推好 我们先看敲 一敲 自然就会发出波着的响声 一敲 自然会惊起叶速尺数的鸟儿 进而发出扑轰的声音 一敲 自然还会有人前来应门 发出一连串的踢踏之声 还可能发出开门时的嘎吱之声 够了 一成不染的氛围 就这样被敲碎了 清幽静谧的环境 就这样被敲碎了 空气无边的意境 就这样被敲碎了 请问 想做解空人的夹岛会忍心吗 星缘地字篇的李宁会忍心吗 请问 假如您当时就在现场 您就置身在这样一种 清幽旷远的境界之中 您愿意去敲它吗 我们再来看这个推 一扇虚眼的门 无声地把它推开 动作是那么的轻柔 意境是那么的宁静 作为假导心目当中的幽居者 作为竭力创造那种意境的假导 谁也不忍心去敲碎 一成不染的氛围 谁也不希望去破坏 空气无边的境界 这样看来 朱光潜先生的话 似乎确实更有道理 似乎推 比敲 更能够营造整体的空气的意境 当然 结论 固然是重要的 但是在我看来 更重要的是那个过程 是推敲的过程 是推敲 推敲的过程 是对推敲的推敲 再推敲的过程 也许这个过程啊 没有止境 但正是在推敲的过程当中 让我们发现了 超越之美 专注之美 思考之美 独立之美 自由之美 而我认为 这正是语文的魅力所在 好 这一讲 我们就到这里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 再见